不让你买比亚迪 你非得买比亚迪 比亚迪电机质量真是垃圾 轴承都弄坏了 这可是大名鼎鼎的比亚迪 没想到竟然敢这么投工减料 这辆比亚迪开起来声音大的就像拖拉机 我们拆开它的电机检查一下 把电机盖撬开 你看这电机 轴承都散架了 开起来不想才怪呢 这轴承根本不值钱 一百元买一大堆 为啥你不舍得用好轴承 怪不得比亚迪利润这么高 30万买的比亚迪 方程报骨 测试一下钢材的软硬 这还是重达三吨的车 大量用扳手一掰 就变成这样了 有董行的兄弟能告诉我 这个越野车 大量的钢的硬度是多少 这位车主称自己的方程报骨 之前水箱撞坏了 在去掉护板更换的时候 觉得大量强度不牢靠 于是 直接拿扳手掰给大家看 结果这钢材在扳手面前竟然像纸糊的一样 轻轻一扭就弯折了 车主质疑 这不对啊 方程报骨是CTC架构一体成型的高强度钢 还是一辆要承受高强度冲击的越野车 怎么如此脆弱 就在报骨车主发布了 用班子掰弯底盘键时 仅仅过了一天 1月5日 另一个比亚迪报骨车主爆出 使用原厂家配置的拖车钩在救援时 车体横梁被拉断了的事情 出大事了 一位车主在用方程报骨救援之后 发现原车大梁断裂了 这出现在硬派越野车上 太不应该了 这位车主也表示以后不敢救援了 这还用扳手掰吗 不掰 只是救援一下 就裂成这样 1月7日 更为震惊的事情发生了 有两位车主分别曝光 在越野时 因暴武的拉杆球头掉落 造成方向机锁死 下肢必弯曲 轮胎脱胎等事故 刚才停车时 车的轮胎在冰面上 后轮陷进去了 前轮没陷进去 然后女车主下车 我们在车旁就听 咯嘣一声 冰碎了 前轮掉下去了 我让女车主上车 把方向掰正 女车主打方向盘打不动 我查看一下 它不仅是方向拉杆断了 半轴也断了 1月5日晚 方程报产品经理 在报解方程栏目做出了官方回应 称 报武大车架主体均采用高强度钢 久经测试大家放心使用 但是 很多报武车主觉得厂家应该把大梁都掰弯事件解释清楚 到底方程报报武能不能进行高强度越野 也算是给买了车的车主 以及想要买方程报报武一个交代吧 也有车主质疑报武的安全性和可靠性 纷纷发视频进行自主测试 昨天观看 报武博主测试方程报底盘硬度的视频 我还不太相信 我还觉得它那个下肢币和我的不一样 今天我来印证一下 看看我就轻轻带一下 我不使劲 我自己的车 我心疼 这个地方的下肢币应该是最结实的 越野车磕磕碰碰难免 最结实的地方 用扳手轻轻移带就出现两个祸口 你去救援一辆车 然后把大梁给撕裂了 这个事说不过去呀 所以说厂家的公关团队 你们这一次又要怎么洗白呢 总之 我买这款车 我希望方程报越来越好 我希望比亚迪官方能够给我们车主一个交代 比亚迪方程报虎是比亚迪旗下高端硬派越野车 去年11月份刚上市 新车共推出三个版本 售价区间为28.98万元至35.28万元 方程报报虎在12月份的销量突破5000台 这是高端品牌仰望旗下的全新硬派 SUV仰望U8的越野测试 仰望U8四驱不行 人肉来凑 人肉脱困中 比亚迪的销量榜单中 保持高歌猛进的态势 但是近年来不断爆出的旗下新能源车自然事件 一直是大众舆论的焦点 比亚迪起火事件有多频繁 在抖音平台上 有关比亚迪车辆自然的视频多达上百个 但是 每次比亚迪的事故 最后莫名其妙都会消失 2023年4月5日 广东省云福市法院的杨先生 驾驶着自己的比亚迪汉混洞版 在邦茂高速距村西出口500米的地方 撞到了路边的护栏 车辆起火后 附近斯孟村的村民们立刻展开了营救 事后 据知情的村民说 村民们打不开车门 只能尝试用石头砸开车窗 试了很多次 都没有成功 随着火势越来越大 只能无奈放弃救援 杨先生不幸丧生活海 在这起不幸的事故中 有一个关键细节 隐藏式门把手 现场分析原因 是因为比亚迪的所有电池 保险丝等全部被撞坏了 因此 已经无法供电解锁 比亚迪要求头条删除比亚迪焊烧焦视频 年纪轻轻的车主都烧死了 等不来比亚迪一份声明调查 却等来了要求平台删除相关文章 有网友称 比亚迪就是个垃圾企业 此起彼伏的电池自然视线 只若网闻 车主的维权信息全网封杀 比亚迪的很多产品都被指粗制烂造 质量经不起市场考验 看一辆新能源汽车到底怎么样 核心依然离不开电池 电机 电控这三电系统 有博主对比一下比亚迪和特斯拉 两个品牌差异很明显 特斯拉就是比比亚迪好 还是比亚迪比特斯拉强 这是型号三的电机 电控和减速器 这是比亚迪的电机 电控和减速器 你说哪个好 这是比亚迪的发动机舱 里面都装满了 没有点空档 这是型号三的前机舱 里面有一个前备箱 拿掉之后 下面的空间很大 你说谁的设计好 特斯拉型号三有四个电池模组 如果说它的电池坏了 四个模组都可以拆下来维修更换 换一个电池模组才一万元人民币 比亚迪焊刀片电池是一个整体的大模组 电池下面用胶碾死了 技术不够 他们用胶来凑 但是如果有一个刀片电池坏了 那可能没法修 只能花十多万元更换整个电池包 更可怕的是 还有网友在社交媒体上 吐槽比亚迪出现刹车失灵的问题 2022年5月3日 我买的这辆比亚迪汽车 在行驶的过程中出现了刹车故障 就是怎么踩这个刹车都没有反应 一点减速的意思都没有 当时我的两个孩子在车上 太危险了 这辆车刚买三个月 我要求退车 但遭到4S店的拒绝 事件发布在网络上 引起了广泛关注 之后经特派员结调 4S店才同意退车 也有其他网友在社媒上留言说 比亚迪送Pordy MI提车三个半月 在深圳水关高速口 提示EV功能自动受限 车熄火了 我真的是懵了 手足无措 打给比亚迪售后 愣是半个多分钟才来拖车 这对来往车辆车主 生命安全不负责任 期间 我在路边瑟瑟发抖 不敢看车流 生怕有车撞上去出人命 早前 一辆比亚迪汽车 一路狂奔 致一死五伤的事件 引发媒体关注 彼时 据车主介绍 是因为这辆比亚迪 突然杀不住车 才酿成了这样的惨剧 并在微博中 用一条长微博 详细叙述了事情的经过 去年第四季度 比亚迪电动车 全球销量首次超过 美国车企特斯拉 比亚迪之所以快速崛起 是得业于 中国的新能源汽车补贴政策 中共官媒曾报道称 自2009年初 至2021年12月的12年间 中国新能源汽车市场 已经享受了12年的补贴红利 12年间 财政补贴资金 已累计投入约1295亿元 已覆盖超过 191.59万辆新能源汽车 若加上 财政部公税的2019至2020年度 予波幅资金183亿元 中国新能源汽车 累计补贴将达到1478亿元 印有财政补贴 中国新能源汽车销量在12年间 增长了超过260倍 从2009年的5209辆 增长至2020年的136.7万辆 2021年前10月 即使是疫情爆发期间 新能源汽车销量仍突破250万辆 观察人士感叹 中国新能源汽车崛起之外 更担心比亚迪背后 中国政府产业政策 以及他的野心 2010年 中国实施一系列激励和补贴政策 激励国内车企 更专注于制造电动车 扩大充电基础设施 向电动车消费者提供税项减免等等 2015年 北京启动了中国制造 2025的制造强国战略 为取得美国成为领先世界的经济大国 其目标是主导下一代技术的开发和生产 其中就包括新能源汽车 但比亚迪的野心 不仅限于超越特斯拉 从2020年起 比亚迪开始积极扩展海外市场 在日本 泰国 德国 瑞典 新西兰 澳洲等多个国家取得了市场进入 并在部分国家建立了自主工厂 比亚迪的成功 其实是中国多年来 全力打造汽车制造基地 并期待在全球汽车市场 占有一席的产户 美国著名的中国观察家J1 曾经多年执笔于亚洲时报的美国经济学家高德曼 1月7日在X平台上表达对中国政策扶持下 飞速发展的各项产业的担忧 指首先是太阳能电池板和钢铁 然后是电讯基础设施 再来是半导体及电动车 中国工业正在追赶美国 比亚迪的野蛮扩张 对全球传统汽车巨头构成了挑战 英国金融时报的报道提到了 比亚迪的激进做法 报告直言 价格低廉的中国电动汽车涌入西方市场 给西方政府提出了紧迫的问题 使他们面临着鼓励采用电动汽车 和保护当地制造商的双重困境 2023年9月13日 欧盟委员会主席乌苏拉·冯德莱恩 在欧盟国情咨问中表示 欧盟将对中国电动汽车补贴展开调查 他认为中国的巨额国家补贴 人为压低了这些汽车的价格 扭曲了我们的市场是不可接受的 2023年10月4日 欧盟委员会宣布正式开展 对中国进口纯电动汽车的反补贴调查 以决定是否开征反倾交关税 路透社1月12日引述三名知情人士的消息表示 欧盟委员会调查员会在未来数周内 视察中国车企 包括比亚迪、基里汽车、上汽集团 报道指出这是欧盟调查的一部分 调查结果会用来决定 是否向中国车企征收惩罚式关税 以保护欧洲电动车制造商 近年来 美方指控中方通过强制技术转移 偷窃知识产权 限制市场准注 为中国企业提供政府补贴等方式 导致不公平竞争 比亚迪的反对者说 这家中国公司在用类似的手法来保有竞争优势 他们指出 比亚迪在中国接受政府补贴 到美国建厂又享受本地税收优惠 好处占尽 这对其在美国竞争对手并不公平 最近美国正在酝酿一场针对中国自动驾驶的供应链组合打击 美国于2022年签署通胀削减法案 于2023年12月公布有关电动汽车补贴的详细信息 规定美国生产的电动汽车中 如果包含中国等国家制造或组装的电池组件 将不再有资格享受高达7500美元的税收抵免 法国外贸银行首席亚太经济学家艾雷诺预测 电动车可能成为继半导体之后的美中下一个地缘政治战场 尤其是在电池领域 在销量的推动下 2023年比亚迪的业绩也实现了大幅的增长 与现实中的业绩相背离的是 比亚迪股价却一直跌跌不休 去年全年比亚迪A股股价累计下跌近23% 相较2022年年终高点时万亿市值 比亚迪的市值大幅缩水 2023年价格占贯穿整年 然而以价换量贪薄了车企利润 比亚迪风光2023年的背后 暗藏投资者对他接下来盈利水平 能否持续感到疑虑 最重要的是 投资机构并不看好比亚迪前景 其中巴菲特旗下 伯克希尔哈萨维公司是坚定的看空者 做空者 巴菲特自2022年8月 首次宣布减持以来 截至2023年12月已经累计减持 比亚迪股份13次 持股比例从19.92%下降到8%以下 有投行人士分析 比亚迪股价的下滑 来自投资者对比亚迪增长预期的变化 过去三年的高速增长后 比亚迪目前的表现 未让投资者感到超越期 在中国制造的汽车大举进军国外市场之期 中国车企在国内面对的激烈竞争 事实上 没有哪一个国家 像中国这样 有如此之多的汽车品牌 一百多家车企都在争夺顾客 尤其是在新冠疫情之后 价格一路下跌 车商只有大幅降价促销 才能吸引新顾客 由于中国经济增长乏力 很多中国人在购置汽车这样的大件商品深而又深 2023年6月 在比亚迪的年度股东大会上 比亚迪董事长王传福直言 汽车行业已进入淘汰赛阶段 为争夺市场份额 车企争相降价促销 在车市销售旺季 车企更是加大优惠力度 2023年12月18日 哪吒汽车CEO张勇发布了一条微博 抨击大幅降价促销 有可能会给车企带来更多亏损 如果说 2023年中国汽车行业的关键词是内卷 那么2024年的汽车行业 主基调可能是淘汰 行业泰拳 卷不动的车企 结局只有一个倒下 以前 中国车企要依靠 在本土市场上的高额盈利 才能在欧洲等新市场扩张 现在越来越多车企减少开工 甚至宣布裁员 就连头部车企 比亚提 去年3月份 还是在西安和深圳的生产线减少开工 原因是需求的意外缩减 2024年一时 数则关于高河汽车欠款停工 工厂停工的信息 在网络上发酵 有博主称 高河汽车将是下一个倒下的车企 第三方平台数据显示 高河汽车2023年的销量在8000辆左右 与比亚提销量300万辆相比 差距很大 连续数年亏损的未来去年11月初 也宣布裁员10% 对于车企而言 未来汽车创始人董事长CEO李斌表示 2024年一定很惨烈 对市场竞争的激烈程度 要有心理准备 放弃幻想 在2024年活下去 或许是包括高河汽车 在内很多车企的新生 小鹏汽车总裁顾鸿蒂表示 从长期看 大约只有10家中国车企 能在国际市场上站稳脚跟 从长远看 一家车企每年至少要卖出 300万辆汽车才能生存下去 要想进入这个300万俱乐部 就不能只限于中国 而是要成为一个全球玩家 在这样一个场景中 必须有将近一半的销售量 来自中国以外的市场 欧洲汽车业专家指出 中国新能源车企崛起的背后 是激烈与残酷的竞争 最后 大陆的车企可能只有一成能存活下来